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题要怎么算的啊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以高啊 是哦 我以为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那是三角形啊 那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 这什么公式啊 那是T形啊 真巧你连公式都不会被 你要我怎么教啊 好啦 我也好好被公式啊 拜托你教我嘛 你今天怎么那么客气啊 反而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你怎么了 我有假事 蛤 你有什么啊 那这一题呢 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山一框啊 嗯 曾巧啊 没了李妈妈 我进来了哦 曾巧 曾巧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跟你说哦 偷偷瞒着李妈妈 赶快给你送个礼物 佛影忍者最新剧场版 我小儿子租的借给你 嗯 不用了啦 谢谢你妈妈 我要赶快认真念书了 真的假的 不然我明天要拿去版哦 真的不用了啦 明天我就要月卡了 这次我一定要拿千诗名 啊哦哦 要Sale耶 什么个性突然变了 变得这么用功 真是奇怪 佛影忍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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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次公布很厉害哦 哦哦哦哦 李妈妈 快告诉我 你把真正的真巧藏到哪里去了 快点还给我哦 李妈妈 你知道我是李妈妈 那李妈妈有什么特性 晚上七点都会来我们家 而且客家三哥唱得很大声 啊哦 很厉害嘛 连这个秘密都知道了 看来这小孩子应该是被外星人附身了 怎么会那么用功 赶快告诉好美哦 喂 喂 喂 什么事啊 嗯 嗯 嗯 乖喽 连你都这么认真啊 我在弄报表啊 真难得 父子俩今天都这么用功 嗯 金小金也用功啊 他今天可反常哦 他不但没有偷看电视 而且高科已经复习了两遍 怎么会突然变这么认真啊 那是因为啊 我跟他说 爸爸啊 我前几天看电视啊 那个雅芳好可爱哦 我们家可不可以养一只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孩子前面怎么这么好笑啊 爸爸我真的很想要养狗啦 好啦好啦 如果你会考考前十名 我就让你养了 真的吗 我想想看哦 除了拉布拉多之外 吉娃娃贵賓狗 好像都好红耶 爸爸你觉得我们要养哪一种啊 都可以 好不好 爸爸先要看电视啦 阿狗耶 你到底要买狗耶 吉娃娃 吉娃娃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答应啊 真巧养狗啊 哎呀 这样能够让他认真念书也不错啊 那如果他真的考了前十名 你要绕一样 不可能啦 认真念书 念一天就会考进前十名 他平常二十几 那很难讲啊 到时候你负责哦 好啊 好啊 雅夫 雅夫 很好 我们现在要玩球咯 我就出去咯 雅夫 接得好 够的 站一球 哎哎哎 真巧 你怎么可以在家里面玩球很危险的啊 我在模拟跟雅夫玩球啊 雅夫 对啊 我想要养一只跟雅夫一样的拉布拉多犬啊 我连他的胆子都准备好咯 我要给他用我的宝贝 而且呢 我觉得他下天可以睡在院子 但天太冷了 应该要跟我睡 哎哎 真巧 你在讲这些话之前啊 应该要先考到前十名哦 好吧 你看 这是二零楼铺 嗯 我这次刚好考第十名哦 Bingo 而且呢 我这次进步了十分哦 嗯 而且啊 最近感冒大流行 班上呢 有五个同学缺考 偏偏这五个同学呢 平常成绩就比他好 所以他一下子 就见到第十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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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加油 嗯 真巧啊 嗯 爸爸 爸爸 我爱你 爸爸也爱你 真巧 你知道这狗 它一般的睡后命 大概有多久啊 十几年吗 差不多哦 十几年很长耶 你要想要这十几年 可能都不能出国去玩哦 而且还要每天去遛狗 这条做得到吗 做得到啊 每天早上还要准备狗食哦 OK 每天还要亲那抽抽一坨一坨的狗大便耶 没问题啦 哦 这样啊 那既然你这么关心这只狗啊 不是这只狗 是雅夫 对对对雅夫 既然你这么爱雅夫 如果他有一天过世了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不会啦 这就对啦 辛辛苦苦养了十几年 还要为他伤心流泪 所以爸爸是觉得养狗划不来嘛 爸爸 是你答应我的啊 你怎么快说话不算话 我最讨厌你的 不不不 真巧 真巧不要啦 真巧 哦哦 这次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咯 你也不帮忙 怎么可能考到前十名啊 真巧是小孩子耶 我们讲的话他一定会相信的啊 所以是你不应该让他支票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 我们应该真的让真巧养狗 让他养狗 但是养狗的方法是 真巧 妈妈已经跟爸爸说过了 他不应该随便答应你可以养狗的 对 这次真的是爸爸不对 爸爸 我最不能让诊的事 你就要觉得我不可能考前十名 那对不起嘛 真巧 爸爸真的不对啦 但是妈妈也要提醒你哦 虽然你这次为了想养狗 很认真的念书 成绩也进步了 可是认真念书 应该不是为了这种目的吧 慈器人常说 尽本分得本事 所以认真念书应该是为自己啊 我甚至认真念以后 学到很多东西哦 而且在班上也蛮官网的 可是我还是很生气爸爸不守信用 好了啦 真巧 你看你 既然你这么生气爸爸不守信用 你为什么还要学他 应该不守信用呢 那为什么爸爸就可以不守信用 你说得对 爸爸也不可以不守信用 所以我决定啊 实现我对你的承诺让你养狗 真的吗 真的啊 不过是暂时先养一下啦 就是妈妈的同事有养狗 我们会跟他借来让我们照顾 让你饰养一下 体验一下养狗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可以养的话 那我们就 再讨论 好不好 抄抄抄 坐坐坐 来来来来 你妈妈 你妈妈跟你说 其实你妈妈小时候也有养过狗 狗有很多的个性啊 就什么人养什么狗啦 我养的狗 早上起来都会 啊 啊 就唱山歌似的 还不止这样 很多狗都喜欢乱大小便 你要很有耐心的教它 真的 还有哦 你要喜欢它 每天都要牵着它出去 让它去散步 散步之前 一定要准备好东西哦 因为这样走着走着 那个狗 还有可能它就突然间 哎呀大便了 哎呀只好拿纸啊 把它抓起来 或者走着走着 它又拍得尿了 是啊 只好用纸把它吸干净 哎呀擦来擦去 手都脏了 抽抽抽 然后就是要从袋袋里面 拿出湿纸巾 把手擦干净 然后把这些垃圾 全部都包包做一堆之后 把它带回家 嗯 没错啊 你一旦开始养狗啊 就要准备照顾它十几年 而且啊 你也不能因为 现在电视上流行养什么狗 你就想养什么狗了 因为狗狗是有生命的啊 它不像你买的那些公仔娃娃 你不喜欢就可以丢掉了 没错没错 妈妈说得很对 妈妈说得非常好啊 真巧 你的世界很大 狗狗的世界呢 却只有你一个哦 所以你一定要全心全意的 照顾这只狗狗 付出你的爱心去关怀它 懂吗 郑先生 你说出这一番话来 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感性的话 我看大爱台学的 爸爸拿去丢 想也知道 怎么可能自己会想得出这句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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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真巧 我们大人讲这诺洋狗的事 你懂了吗 我大爱懂了啦 很大鬼 乖哟 真竟然 妈妈 那我可不可以改养黄金鼠啊 啊 黄金鼠 看我笑的啦 我也是有了 小的你 史西人最常强调 做人要承振信实 这不只是要教育孩子 我们大人也要做得到哦 不然啊像爸爸这样 信口开河乱开支票 尊巧也跟着有样学样了 在古代的紫月村 也有小朋友大言不谈开支票 挂保证要教别人认字呢 我保证 让数差 一天认的一百个字以上 啊 阿狗 你别说大话 俗话说 应人是小 雾人是大 这担子其实可不轻哦 哎呀 不正不正 我呀 有办法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也不能一天就认一百个字啊 就是 还以上呢 阿狗呀 别忘了孔子说过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用 我看 孔子这话 指的就是阿狗 说话大言不谈 坐起来啊 那可就拿了哦 其实啊 阿狗争着帮数差认字的心战 也是没错的 嗯 孔子不是还说过吗 不逆诈 不义不信 意义先觉者 是贤乎 咱们呀 不要隔着门座 看人家阿狗 我赞同玉贵说的 孔子的话 不就是告诫我们 不要事先怀疑别人欺诈 不要事先怀疑别人 不讲信用吗 嗯 孔子说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失忆 通过帮助数差认字 对姚科同学自己 也会是个督促 我看就把这事 叫给姚科同学吧 说不准的 在温习旧知识时 阿狗也能有新体会 和新发现 阿狗 你这是想教娘识字吧 娘 不是教你 人家这是要帮数差认字才想的办法 哦 好吧 那娘啊 也问问你 我教你 好啊 这个字 钢 这就是树差卖的钢针的那个钢 哦 钢针的钢 这个 娘 这个是马 就是我阿狗骑过的蒙古马的马 哦 是马 我再看啊 这个 这个字 糖 糖葫芦 不 不 错了 是池塘的糖 是吧 认字马得从一呀二呀三呀四呀开始才行呢 不然那么难 谁记得住啊 这下错了吧 木头 你可真行 怎么找到我的呀 在原先的地方 你名气可大了 这一问呢 谁也不知道入了学堂的树叉啊 是吗 对了 木头 我问你 你老板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老板也倒了没 一堆假货弄得破了产 老板只好变卖房子回了老家 真的 怎么也没带着你呀 嗯 我们老板给了我一笔银子叫自谋生路来 你猜猜是多少 五两啊 轻点 开一个小铺够了吧 够够够 开两个也够了 所以啊 我就来找你了嘛 舒差呀 我想咱们俩就干老本行多好 上什么学堂啊 舒差上课了 来了 来了 舒差 这会儿还上课 不是上课 是同学帮我认字呢 那我陪你去 舒差 这个她 她是谁 她是我过去卖针线的老伙计 叫木头 木头 又是舒差 又是木头 你以为认字跟卖针线一样简单吗 怎么 木头你也想进学堂吧 那就在一旁 先看着吧 怎么 阿狗 不在教室认字了 换个地方 让你变聪明点 让一哥跟你比试比试 看你俩谁聪明 一哥 出来 快出来 快出来 坐那边去 坐那边去 快快快 舒差 发什么愣了 坐那去 我呀 快去呀 走吧 快点 这 这 这 啊 啊 啊 哼 你这分明是瞧不起舒差吗 污辱人 哼 舒差 我看你呀 还是跟我去卖针线去吧 干嘛在这学堂说这份气 哼 我又没说要教你 你就知道卖针线做生意呀 哼 真是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力 你快去 快去 你快去 快去 快去 舒差 来找我 我等着你呀 你赶快走吧 舒差 听我说 你那个木头伙计呀 真像孔子说的 来来来 你看这里 朽木不可凋野 粪土之强啊 不可污野 你可别像他那样 做个只会卖针线的小人 阿狗 那你再也不用教我这个只卖针线的小人了 舒 怎么 不打算帮舒差认刺了 这么快就打退堂鼓了吗 哎 孔子说 困儿学之又其次也 困儿不学名思为下矣 哎 哎 他原先遇到困难进了学堂 还算有希望 可是他现在遇到困难 就不学了 哎 都烧了 哎 你觉得可惜啊 哦 我倒觉得烧的好呢 看我做什么 我说的是真话 人家舒差刚刚进学堂 你不从简单的天地人手牛日月星辰斗开始教 却偏偏呢找一些生辟尖色的字要教人家认 还说人家舒差笨 我看你啊 是怕自己出风头出不了着急 哎呀 这世上啊 还真没有后悔药可吃 先生 不是舒差不想学啊 只是我太笨 怎么也学不会啊 高智同学 孔子有个叫染球的学生 对学习就有过你今天这样的想法啊 他对孔子说 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也就是说 我不是不喜欢学习啊 是我的能力太差了 先生 那孔子是怎么回答他的 孔夫子告诉染球 力不足者忠道而废 金乳化 就是说 如果是能力不足会半途而废 可你现在刚开始怎么就知道 自己没有能力呢 对不对啊 先生 我错了 我不该遇到一点困难 就打退堂鼓 我也不该计较阿狗的态度 其实啊 他也是好心教我 高智啊 以前有人问孔子的学生子贡 说孔子那么大的学问 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是啊先生 我也一直好奇呢 子贡就对别人说 道处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学 而亦和常诗之有 就是说生活中哪里都有文武之道 孔子处处都学哪有固定的老师啊 哦 先生 我懂了 孔子之所以有大学问 是因为他谦虚好学 不耻下问才得来的呀 嗯 姚科同学 请原谅 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你教我认的字 就是 就是跟小猴子在一起学 我也不会随便就走掉了 其实是我不对啊 不是 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我教你其实也是炫耀自己 犯了孔子批评的这种错误 这太阳又打西边出来一次啊 别理 树叉 知错能改不算错嘛 对不对 对 等等啊 树叉 咱们重新开始认识这儿 好 好 快快快 孔子曰生儿知之者上夜 学而知之者 次也 孔儿学之 又其次也 孔儿不学 明思为下矣 意思是说 生来就知道的是最上等的 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的 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后才勉励学习的 又是次一等的 遇到困难 人人与内部学习的人 就是最下等的了 其实天底下所有的知识与技能 都必须透过学习才能够获得的 无论环境顺遂或是艰困 我们人人要抱持着努力学习的心态 才不会变成孔子在这里所形容的最下等的人啊 好 告诉世人 今夜深情先修身 人爱的心呀爱 人爱的爱正当 告诉世人 可及福利 能的人 能的人 是 本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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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全界中尼显 聚多爱上有你的笑容抜停 更多铃香在你的木板上坚冰 春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心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大恩用你帮我同心